掌聲歡迎 她就是像海王星一樣的女孩 她是鄭怡農 哈囉大家好 好的 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其實怡農呢 可能很多人有看過她的電影作品 因為她的爸爸是導演 對不對 是鄭文棠導演 那其實怡農她也很厲害 她其實是一個非常會創作的女生 她自己寫了很多的歌 也幫電影寫過配樂 對不對 對 好 那麼這一次呢 怡農隔了三年 其實如果你是喜歡聽獨立音樂的朋友 你就會對怡農很熟悉 那麼隔了三年終於發現 她的最新專輯叫做海王星 要不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嗯 好 海王星 因為很多人會問我 為什麼叫海王星 欸 我也想知道 對 其實海王星 它是一顆 自從冥王星走了之後 偏離軌道之後 對 它就變成離太陽最遠的星球這樣 然後最遠的星星 然後它表面很冰冷 嗯 然後所以它是藍色很透徹的藍色 看起來很美 對 可是它表面有全宇宙最強勁的風 嗯 那是因為它的內部有未知的很強大熱能 嗯 所以我會覺得它是一顆很代表我的星球 所以你本身是什麼地球科學系畢業的嗎 嗯 不是耶 我是中文系畢業 怎麼這麼厲害啊 對 可是我可能從小就比較浪漫 所以喜歡研究天文啊 大自然 對 我去天文館的時候都會很開心 然後我坐在那個 宇宙那個什麼 宇宙劇場 嗯 然後不是有一開始就黑掉 然後整片星星 嗯 然後我就哭了 我就哭了 太感動了 對呀 小時候就這樣 那你有去看過流星雨之類的嗎 嗯 有 有 有感動嗎 有啊 嗯哼 可是就是夏天的澎湖啊 隨便抬頭一看都流星雨 天哪好詩人的性格喔 難怪可以寫出這麼多好作品